最近演起攻略大日热 在剧中纯飞这个角色的设定十分有趣 出场时 他义无反顾的站在皇后复查室的身后 支持他所有的决定并单位驱使 很多人纷纷猜测 他希望通过八截皇后来获得名外 但看到后来才明白 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 只不过是因为大乌吉乌 因为他爱上了皇后复查室的弟弟傅衡 纯飞的扮演者王远克 看起来清丽可人 有不少观众以为他是刚刚出道的新人 其实不然王远克大族影视圈已经是二年了 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 是一名专业的科班演员 早在2006年的时候 他就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金乐团》 这是由海言小说和刘如雪改编而来的一部影视作品 他在片中扮演追求之真志纯爱情的张男 在娱乐圈亲近多年 王远克参演了不少作品 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但对他来说这并不重要 他喜爱表演所以坚持在 这个舞台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天道酬勤付出终会有所回报 王远克终究凭借延续攻略 忠诚被一脚大热起来 事业有成的同时 人们不仅关心起王远克的感情状态 其实他早已经成婚多年 丈夫也是圈女人名叫王羽 他们俩因为拍摄金耳环而相识 但绝对不是因细生情 因为在剧中他们扮演的是一对模子 金耳环剧组是他们相识的媒介 让他们有机会相互了解 最终走入婚宁的殿堂 婚后 两人还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 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叫一模 一样 老公很帅 宝宝也很可爱 王远克真的是人生赢家了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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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感谢观看